Steam Deck发售至今已有三个星期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一锤定音 对其进行最终测评了 这段时间Valve也针对这款掌机 进行了非常多的更新 众多更新之中 我最关心的当属显卡驱动 有了显卡驱动 我们才能绕开Linux系统的限制 真正以一台PC游戏的标准进行测试 现在万事俱备 Steam Deck也解决了发售初期的一些问题 那么现在的Steam Deck表现究竟如何呢 对此我只想说 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让我们只需拿着这个小盒子 动动手指就能拥有PC游戏的极致体验 不过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热门游戏 无法登陆Steam Deck 距离我们带着Steam库存到处跑的日子 还比较遥远 Steam Deck无时无刻不再提醒我们 它是一台小型PC 和主机端的围墙花园相比 体验自然还是要稍显逊色的 正如梗图所说的那样 Steam Deck相当的大 长11.7英寸 比Switch还多2英寸 680克的重量 这手感拉满 用了段时间Steam Deck之后 再回到Switch上就会格外不习惯 Steam Deck的握持手感仍然出色 拿在手里玩几个小时都不会觉得疲劳 我手里的这款是高配的512G版 售价649美元 约4128元 457.9G可用空间 防眩光屏幕 同时还有256G和容量更小的64G版 售价分别为529美元和399美元 如果你购买的是低配64G版 那你一定还需要插入额外的SD卡 扩充储存量 不然的话 你就只能玩一些小体量的独立游戏了 7英寸LCD触摸屏 能够在1200x800分辨率下 保持60Hz运行 画面表现很不错 可能是受到了近期OLED版Switch的影响 我对Steam Deck的饱和度和清晰度 还有更高的期望 不过它已经非常不错了 如果不是用Deck换代OLEDSwitch的话 并不会有明显的落差感 外壳对于科技产品来说 不算特别性感 但在触感上却十分微妙 相较于Xbox的手柄来说 要粗糙一些 摸起来很舒适 两侧边缘突出的手柄手感 比Switch的Joy-Con要好得多 很适合像我这样成人尺寸的大手 手柄上的主要按键 就像一块块尺寸完美 表面光滑的硬糖 不仅距离适当 而且也有足够的按键阻力 个人来说 我不太喜欢Steam Deck上的方向键 并不是说它不好 而是我不太喜欢 它在摇杆左侧的布局 而且它的触感 也比我理想中的更绵软一些 花些时间适应的话 我还是能接受的 摇杆是我最喜欢的部件 推动起来非常丝滑 精度也很高 没有松散或凌乱模糊的感觉 推动摇杆之后 也能快速回到中央 手柄表面是触控式的 这就意味着 它可以自动感应你的手指 你无需额外按键或操作 就能直接使用 虽然它不像Switch的Joy-Con那样可拆写 但它在技术上来说 仍然是可以按用户的喜好更换的 这一点让人非常安心 每个摇杆的正下方 都有一个触控板 触控板的触觉反馈 非常精准流畅 仿佛就像在桌面端移动鼠标一样 Steam菜单中的导航界面 让桌面端程序的使用体验变得更好 如果是用过Steam手柄的人 在操作触控板和触摸屏时 一定会有熟悉的感觉 涉及到游戏输入时 Steam Deck的触控板 大部分的基础功能都会被覆盖 它和其他游戏的基础设置和选项一样 可以自由开关 总的来说 这一点非常不错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误触触控板 不小心把视角移到别处 接着就是走流程 人死加无能狂怒 手柄肩渐渐的体验也很不错 实际使用起来 LE和RE的手感明显比L2和R2差一些 按下按键的时候 有很舒适的咔哒声 虽然也很不错 但还是比我理想中的按钮要软一些 而扳机键则突出了一个爽字 只能用完美来形容 只比JewaSense手柄逊色一丝 按动非常丝滑 弹性也恰到好处 这种手感让我回想起了GameCube的手柄 Steam Deck的背后 有4个和Xbox精英手柄等高端游戏手柄类似的可编程按键 这些按键算是我最不喜欢的了 我的手稍微大一些 握手柄的时候很难操作这些按键 按键反馈弱 手感不好 过于绵软 我基本上没用它们来做什么操作 不过这些本来就是可选的按键 所以根本无所谓 Type-C接口位于Steam Deck顶端 电源键旁边 这个设计有点小失败 因为如果你想在保持电量的同时 连接网线HDMI外部储存等有线设备的时候 你就必须得再买一个Type-C接口的极限器 而音量键位于顶端左侧 中间的就是Steam Deck的主散热口 一般情况下散热风扇都是以最高预设运行的 所以散热口会持续放出热气 但散热的声音并不大 所以还是能听到前端两个扬声器的声音 不过总有一些没法无视的呜呜声 Steam Deck的UI是我们平时熟悉的桌面端UI的改进版 和大屏幕模式相似 尽管一开始找游戏库的时候并不太顺利 界面导航整体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麻烦主要来自游戏过程中左边Steam按钮 和右边菜单按钮的重叠 Steam按钮则有一系列详细的设置和子列表 家庭 游戏库 电源选项等等 总的来说 这两按键就是我们常见的暂停和选择键 跟游戏内菜单的结合版 让我有些迷惑的在于 当我想关闭黑暗之魂中的陀螺仪功能时 我一下子分不清楚这个功能是在Steam的设置里 还是在游戏内自带的设置里 反复尝试之后却发现都不是 而是要进入游戏启动页面之后 在Steam库界面关闭 与PC相比 主机平台的优势是运行环境都是固定的 而PC的环境则种类繁多 换言之 主机平台的开发者很清楚 你用的什么硬件和软件 借此他们可以精准的调整游戏 让游戏能更好的在平台上运行 Steam Deck的出现统一了玩家们 除了储存量之外的软硬件条件 V社因而可以潜心研究 如何让游戏能在Deck上完美运行 并特地为此设立了一套新的标志 目前亦有超过千个游戏 获得完美运行绿色标志 随着V社的不断努力 这个数量只会越来越多 测试期间我玩了很多备受好评的游戏 结合总的游戏经验来说 我认为近年的一些作品 例如《毁灭战士》《永恒》 《只狼》《死亡循环》 这些游戏都能以稳定的帧率运行 甚至最新的爱尔登法环 也能在默认图形设置下 稳定在45帧左右流畅游玩 不得不说 随时随地手中都有一堆游戏大作的感觉 真是太棒了 而带有这种黄色标志的游戏 指的就是游戏已经经过测试 可以在Steam Deck上正常运行 但有一些影响游玩体验的问题 例如字体过小 很难在7英寸屏幕上显示清楚 群星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明明有无限的游戏性 却撞上了蚂蚁大小的字号 剩下的游戏就不太行了 一些人气非常高的热门游戏 甚至根本就没法在Steam Deck上运行 在兼容性设置上乱搞一通之后 我终于可以在Steam Deck上玩到GTA 5了 体验总的来说非常不错 不过《堡垒之夜》 《命运2》 《失落的方舟》 《光环无限》等作品 在SteamOS上缺乏反作病软件 所以暂时无法通过Steam游玩 能够安装Windows系统 解决了Steam之外游戏的兼容问题 Epic Game Store可以在Steam Deck上正常使用 PC上的各种游戏通行证 战网 Ubisoft Connect也是如此 不过我觉得玩家可能不太会想玩《堡垒之夜》 因为按照推荐图形设置启动后 它的游戏体验仍然说不上好 虽然所有设置都换成了D 面板上稳定在了30帧 实际游玩起来还是非常的不稳定 此外系统之间的切换也有一些瑕疵 在Windows系统运行游戏时 Steam Deck的陀螺仪系统和暂停游戏的功能不见了 Windows系统运行的游戏总体表现也要低于Steam OS 不过光环无线是个例外 它在Windows系统中能完美运行 尽管所有的设置都是低 但在小屏幕上的体验依然非常出色 综合考虑来说 除非你要玩Steam OS不支持的游戏 不然完全没有必要装Windows系统 只是玩游戏的话 我也不太推荐装Windows系统 在电池寿命方面 Windows系统也有一系列Steam OS没有的问题 即使在插了电源游玩的情况下 电池电量依旧会往下掉 因此我把Steam Deck的Type-C电源插头 换成了MacBook Pro的80W充电插头 但电量依旧会不断减少 我只用它玩了5分钟的光环无线 电量就从55%跌到了49% 短短5分钟掉了65%的电量 Steam OS下倒是没有接电源时电量损耗的问题 不过电池寿命仍然不太好 如果你不愿意为电量做出让步的话 更是如此 默认设置下 满电量只能游玩90分钟战神 根本不及宣发时 Valve承诺的两个小时续航 虽然可以通过调低游戏设置 限制帧数等方式 让耗电速度降下来 但即便如此 这样的耗电量还是非常吓人 而且Steam Deck没有任何低电量警告 你只听到啪的一声 它就没电了 另一个减分点则是在加载时间上 即使是最高配的Steam Deck 加载战神也花了将近一分钟 死亡循环从暗下开始到进入游戏 甚至花了两分半 像黑蒂斯这类体量小的游戏 加载平均都在10秒以上 虽然Steam Deck有了SSD 但人和PS5 Xbox Series X有一定距离 在暂停和继续游戏这方面 Steam Deck与PC相比更像主机 你可以随玩随停 等到有空了再继续 如果你手头有事要做 只需让Steam Deck进入睡眠模式 完事之后再打开就能直接回到游戏中 而且好消息是 这项功能并没有出现过问题 不过目前Steam Deck 只有少部分游戏支持动态云同步功能 这个功能并没有预想中那样细致 理论上它应该能让你暂停游戏之后 从同一个进度回到游戏内 但在死亡细胞中 游戏只能从主菜单上的继续回到游戏 也就是说 我只能回到最近一次自动存档的位置 只需几个配件 Steam Deck就能摇身一变 成为玩家的专属PC 而且配置绝对不低 虽然Linux让人望而却步 但只要你在桌面模式下运行Steam OS 那种熟悉的感觉和简单的操作 还是能让你快速适应的 而且也不需要担心其他应用 像游戏那样变成吸电怪兽 经过专业版PCMark10的测试 非游戏时的电池寿命能达到8小时以上 与大部分高性价比的笔记本不相上下 Switch有各种额外的成本 而且没有浏览器或是Netflix的APP 相比之下 拥有更多功能的Steam Deck 确实要让人更心动一些 Steam Deck的出色之处 在于它正在且一直实现 最初宣发时的各种功能 能随时随地玩到GTA V 战神等游戏绝对是一种享受 但大吨位的缺点换来的 却是硬件和手柄的极佳手感 看着高配置要求的各种游戏 在小的7英寸屏幕上运行 令人印象格外深刻 但这些游戏的体验 容易被SteamOS和Windows系统 各自的缺点所局限 我也数不清我被这些问题阻碍了多少次 无能狂怒了多少次 更别说还有电池续航上的问题 稍不注意游戏设置的话 很快就会把电量耗光 如果你只是想玩一些低功耗的独立游戏 那续航时间还是有保障的 但这样的话 Switch的性价比反而要更高一些 介于以上和风扇的噪音 加载时间长等一系列问题 我依旧会推荐玩家选择Steam Deck 但同时也会劝玩家们不要上投 理性分析 仔细考虑